臺中十五期重劃區 原本是要規劃 興建大理聯合行政中心 卻是突然喊咖 市府表示 因為中央要求新的開發地區 需要保留百分之五的土地 來蓋社會住宅 但是這樣的說法 遭到內政部 還有國發會的否認 認為是臺中市政府誤解 整片土地長滿野草 雨中更顯得荒涼 臺中市第十五期 市地重劃區 原本部分土地 預計興建大理聯合行政中心 計畫上個月突然喊咖 台中市長卢秀恩 二十九號在市議會 首度對外說明 原因是中央要求直轄市 新開發地區 需保留百分之五 土地蓋社宅 等於重劃區內 機關用地全都要拿來蓋社宅 正與中央協調 希望不要肅極既往 這些土地現在被中央要求 要興建社會住宅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發文給中央 那希望能夠解除排除 大概二十九號傍晚 內政部與國發會 罕見先後發布新聞稿 強調整體開發地區 社會住宅土地規劃 及取得實施方案草案 尚未核定 且主要要求對象為 未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區 面積十公頃以上 才需要留設土地興建社宅 台中市十五期重劃區 已經公告分配 且面積僅有六點九公頃 完全是誤解 目前這區 因為它原來在我們的方案裡面 它沒有達到十公頃 所以我們蠻有要求 這區一定要去留設設宅用地 學者批評 內政部方案是為了回應居住正義需求 屬於規勸與補救性質的措施 但卻被台中市府故意驅解內容 推卸興建社宅的責任 對都市發展有極大負面影響 他們用中央去卡關的這個字眼 甚至讓地方覺得愛難照辦這件事情 不但是把自己的社會住宅責任 推得一綱二進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個是錯誤解讀內政部的好意 甚至是惡意來曲解內政部的用意 若重劃區必須保留5%的用地 供新建設宅的問題獲得釐清 將持續與地方人士進一步溝通 討論該聯合行政中心新建事宜 民政局表示社宅問題還有待釐清 都法局地政局則不願回應 大理區公所4年前就搬遷到 鮮委公益博物館3樓合屬辦公 新建案一波三折 再度引發關注 記者雅面鳳涛台中報導